大家好,今天来到了台中的民俗公园 在我前面是台湾民俗文物馆 目前有开放 门口也有路管须知 周一修馆 宠物进入的话是不能落地的 这边有贵宾室 整个建筑有浓浓的书香 古色古香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建筑 目前有一些水墨画的展览 这边两侧也有厕所 在主厅的右边有闲间 也是有展览可以看 这里前一阵子在整修 现在目前有开放 欢迎大家来走走 在主间的左边这间是厨房 这里还有手冲咖啡 这里还有手冲咖啡 然后这一间是抓舟房 这里时常有举办抓舟 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看 这样走好有古代的感觉 目前这里只有一楼 还有另外一侧 目前这里只有一楼 走出来了就是民俗公园 夏日非常的热闹 非常多小孩子来这里 以及爱狗人士爱猫人士都会来这边 六狗六猫 这个有一个石碑 民俗文物馆 前方有表演厅 时常有举办活动 在我的前方呢 有两个门 里面很漂亮 看一下 这里是如意园 这门是关起来的 如果要进入如意园呢 请从明义街进入哦 这里是明义馆 也是古舍古香 这边有一些小店 好漂亮哦 加上落叶 虎娜 这里有一间餐饮馆 是如正毒源 好美 好美 嗯 所以 好美 好美 啊 好美 嗯 嗯 嗯 現在呢走上二樓 目前呢是 樓梯是木頭做的 感覺真的是走在 以前的 以前人的時代 這裡的二樓有一個 涼亭 這應該是 以前的人乘涼的地方 二樓呢可以 飽覽整個如意圓的景色 真的是太漂亮了 真的是太漂亮了 這一側呢跟剛剛的乘涼的地區一樣 但是分左右邊 可以看到後面的 設施 這裡是 這裡是民俗 公園 後面的 後面的 盧藝館 外面就是街道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良坪 这边可以喂鱼 这叫线鱼亭 很羡慕的线 所以很清澈 绿意盎然感觉非常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